我不想要被市場決定說我是怎麼樣的人 我想要我來跟你講 現在這個市場是屬於我的 我不介意大家是怎麼認識我的 只要他記得我是茉莉 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大家對於時尚的印象好像很遙遠 非常高高在上 冰冷的感覺 但我就是不想要時尚 一直給人家距離感 時尚也好 運動也好 都必須要跟大家有一個共鳴 才可以創造你自己的核心價值跟聲音 科技一定會更發達 藉由我們二十年前這些人的這個努力的堆疊 二十年後的世界跟時尚 應該是要更能接受更多多元化的事物 搞不好複製人什麼機器人就出來了 然後整個秀可能就是一群機器人跟model走 我覺得我會比現在更瘋狂 二十年後的我 我已經48歲了不要再下局我了 搞不好我真的就直接穿一個泳衣 直接上街大禮服大風景去買菜 做一些瘋狂的事情 AIRMAX 720它這雙鞋 它原本在被設計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一雙非常跳脫框架設計的鞋子 在做的事情本身就是很前衛很瘋狂的 從來不會給自己設任何框架 不會被市場定義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我想要穿搭 我自己的能量跟核心價值 做自己的事情也好 或是你要穿搭什麼東西都好 你就是要抱著一種我是來幹大事的心情 Go big or go home